城市规模不断扩大,道路照明资源浪费严重,维护管理问题日益突出,广告资源严重浪费。 为解决这些问题,周明科技开发了一套智慧路灯系统,它是会思考的系统。 由于下雨或夜晚来临,天色变暗时,智慧路灯会自动开启。 深夜,车辆和行人较少,智慧路灯会自动降低亮度,显示屏自动关闭。 凌晨,没有车辆或行人时,路灯自动关闭,它的系统构成。 智慧路灯系统有感知系统、通讯系统、云处理中心、执行系统、充电系统构成。 感知系统由温度、湿度、风力、PM2.5、定位芯片、高清摄像头等各种类型的传感器组成。 云处理中心由服务器、智慧路灯软件、远程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终端组成。 通讯系统由Internet、4G网络、WiFi热点等组成。 执行系统由智慧路灯控制器、可调开关电源、LED显示屏、语音广播等组成。 充电系统由充电桩、计废器、USB充电机口等组成。 它是怎么工作的? 由计算机终端或手机软件终端,通过Internet或4G网络访问云处理中心软件。 云处理中心通过4G网络向智慧路灯发出控制指令。 智慧路灯控制器接收各类传感器数据,然后向智慧路灯发出工作状态控制指令。 云处理中心自动生成各种管理报表,可以通过电脑终端查看、打印或通过手机终端查看报告,提高智慧路灯的管理效率。 智慧路灯系统自动诊断路灯的工作状态,自动远程发送故障信息给维修人员,使故障维修更及时。 通过语音广播和LED显示屏系统,可以播报前方及时路况,减少交通拥堵,也可以播放商业广告,促进商业繁荣。 智慧路灯上面连通智慧定位芯片的紧急按钮,可以连入社会安全系统,如110、119、120、122等,并提供准确定位。 智慧路灯上的摄像头可以将现场图像实时传输到指挥中心。 随着国家智能城市建设的发展,周明科技致力于城市智慧路灯系统开发,为高度智能的梦想城市物限力量。